MING PAO TORONTO 但你煮韓劇, 看完晨晨塌塌的東西就算了 還要每天吃泡菜, 都不知道有什麼好吃 你還未知泡菜多好, 有營養又可以美容 我跟你說, 我現在要吃, 覺得自己是刀教授 吃泡菜可否變成刀教授, 我就不知道了 但你每天吃完這些韓國泡菜 像你那些韓劇中的女主角一樣, 生青灑 現在抵挖我的韓國泡菜, 讓我告訴你 韓國泡菜有多好, 又好吃又美容 讓我煮一口給你吃, 吃得變千重Ian 全影片廣查了先講, 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 愛王露, 在節目正式開始之前 首先要提醒各位, 在我們今晚的節目最後 是有一個抽獎環節的, 所以大家記得 要掃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去關注我們的公眾微信號, 答問題, 拿獎品 講起韓國泡菜, 相信大家通過那些 風魔萬千少女的韓劇的大肆宣傳 一定都不會陌生的 而且在不少人的心目中 韓國泡菜簡直就是泡菜裏面的勞絲萊絲 究竟它是否真的這麼厲害呢 下面我們通過一條短片去了解一下 看過韓劇的人, 絕對知道泡菜是韓劇最強配角 無論是甚麼劇情, 甚麼人文 只要出現吃飯的情節, 總會出現泡菜 雖然韓國泡菜越來越深受大家的歡迎 但我們一直都說對於泡菜還是小食為妙 因為醃製品會有大量的阿燒酸鹽 這種物質, 多食會致癌 不過最近也有傳言 泡菜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等人體所需要的重要元素及乳酸菌 不單有準消化 還具有抑制癌細胞生長的效果 聽到這個傳言, 我們也懵了 究竟泡菜是致癌的防癌嗎 前段時間, 韓國為了讓自己的韓國泡菜 可以聽起來更加高大上一點 同時亦都可以跟中日的泡菜區分開來 他們就費盡心思地 根據這個泡菜的韓文發音 KIMCHI幫他起了個中文名叫做新奇 但新奇說到底都是業製品 究竟它是否能夠多食的呢 還有它是否真的會有保健的作用呢 同樣都是泡菜 韓國的泡菜是否真的會比中國的泡菜優勝一點呢 今集的節目, 我將會帶大家一起去調查清楚了 無論是韓國泡菜還是中國泡菜 他們都有一個令到我們最困惑的問題 那個就是阿鮮酸鹽 講起這種物質, 大家也不陌生 但這個和傳言當中所宣稱 韓國泡菜有防癌作用是有矛盾的 在調查之前, 我們先請教一下 對泡菜飛水有研究的窄路 看看阿鮮酸鹽和傳聞內容是否相違背 亞鮮酸鹽呢, 是我們的一種食品添加劑 也是我們很多食品當中天然就會產生的一種物質 但是亞鮮酸鹽呢, 這種物質 它在我們的人的胃當中呢 會受到胃酸的一些影響 經過消化代謝之後呢 它可能會產生一個強致癌物 叫做亞鮮胺類的這個物質 同時本身亞鮮酸鹽這個東西呢 它本身在我們的人體當中 也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它會影響到我們血液當中的這個血紅蛋白 使我們的血紅蛋白呢, 缺乏了這個血氧的能力 老師也都說了, 痴癌物並不是亞鮮酸鹽 而是亞鮮酸鹽和胃酸反應之後所產生的亞鮮胺 這種物質具有強力的痴癌作用 主要入體食管癌、胃癌、肝癌和大腸癌等等 聽到這裡, 我們就知道 傳言話泡菜防癌作用 跟它所含入的亞鮮酸鹽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是不是可以通過改進這個業制的技術去避免的呢 一般來說泡菜它的一些原料都是我們的一些蔬菜 蔬菜它的天然生長過程當中呢 本身就會產生亞鮮酸鹽這個物質 所以就算我們改進了一些泡菜它的一些腌制技術 也沒辦法把它原來就存在於泡菜原料當中的 這些亞鮮酸鹽全部都去除 所以這個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根據老師說, 其實蔬菜的亞鮮酸鹽產生是自身成分導致 無論有沒有醃製過, 只要放久了就會產生 所以專家也提醒大家, 買回來的蔬菜一定要趁早吃 千萬不要放得來 看來想要去改變這個業制技術 去避免亞鮮酸鹽的問題是不可能的了 難道我們今次的調查就這樣就要結束 先沒急, 我們還沒有說完 那我們就說, 它裡面的這個亞鮮酸鹽 雖然沒辦法把它完全去除乾淨 但是我們在泡製的過程當中 可以通過加入我們的維生素C 這個物質能夠抑制我們的這個亞鮮酸鹽 它不斷的生成 也可以使得我們泡菜當中到最後的時候 它的這個亞鮮酸鹽的含量能夠降到非常低 根據老師的滑脂的泡菜當中的維斯較多 阿燒酸鹽較少的時候 我們吃了之後不但不會致癌 反而會有防癌的效果 原來吃泡菜都是要講求時機的 那究竟醃製了多久的泡菜 才是最好的食用時間呢 而不同國家的醃製方法 對於泡菜的亞鮮酸鹽的含量 又會不會有影響呢 贏家究竟會是中國的泡菜 還是韓國的泡菜呢 下面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為了確保養品的業際時間一樣 我們就必須要自製泡菜樣品 歡迎大家收看新的調查團之中韓泡菜大戰 說起泡菜 它的做法一定要是正宗和傳統才行 所以今天我亦都不在大家面前獻手 去做這個泡菜 因為我怕自己會做得不夠地道 所以事前我已經找了兩位志願者 來幫我們做這個泡菜 可以作為我們今次調查的樣品 那下面事不宜遲 馬上去見一下兩位志願者 好了 現在站在我旁邊的 你兩位就是我們今次的志願者 下面讓他們自我介紹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阿姨 Hello 大家好 我是Debbie 那經過自我介紹 我就想問一下陳阿姨 你平時在家裡有沒有做泡菜的呢 做啊 我每年都做 我都差不多做了二十多年了 那看來陳阿姨的入廚經驗 是非常之豐富的 那這個阿姨 她有這個豐富的入廚經驗 所以做到泡菜 我也不覺得奇怪 不過Debbie 你雖然在韓國那裡留學回來 但說到底你也是中國人 那你又能不能夠做到 這個韓國的地道泡菜呢 OK 沒問題 我在韓的時候 會去同學家 跟他們媽媽一起做泡菜 所以是沒問題的 原來是這樣 看來兩位都是經驗豐富的 好了 現在在我面前 已經擺好了 等一會要做泡菜的材料 我們在事前已經等兩位戰爭者 準備業績的主要配料 中國泡菜的配料主要有 鹽 白糖 薑片 大蒜 茴香 辣椒 而韓國泡菜的配料主要有鹽 白糖 生薑 大蒜 蘿蔔粉 辣椒粉 梨子針 今次還要介紹一下我們的泡菜主角 就是我面前的這個大白菜 為甚麼選擇大白菜呢 就是因為它附含豐富的維生素絲 所以是我們今次調查的不易之選來的 而且為了等這個調查可以更加嚴謹 我們等一會就會將這個大白菜分成兩邊 一邊就給我們陳阿姨 做這個中國式的泡菜 而另一邊就會給Debbie 去做這個韓國的地道泡菜 那下面事不宜遲 我就將時間交給你們兩位 調查完把大白菜分成四等分 每個戰者拿兩份來做泡菜 陳阿姨一拿到大白菜之後 先將大蒜剝好 而得比就先在大白菜表面用細鹽抹籤 從此可以見到 這個中韓兩個的泡菜 做法是非常不一樣的 這個會不會對泡菜的阿燒酸鹽產生影響 我們繼續看下去 在兩位戰者幫我們做出泡菜養品之後 調查完會在剛剛醃製好 五日和十五日後分別取出養品送檢 檢測兩種泡菜當中的阿燒酸鹽和衛生素絲含量 現在在我面前擺著的 就是剛剛兩位志願者很辛苦醃製出來的泡菜 現在距離他們做好這個泡菜 已經過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泡菜已經開始變軟 以及已經彎了下去了 現在看到韓國這邊的泡菜 已經變軟了 以及已經出水了 現在我就要分別在他們裡面取養 作為我們今次調查的第一個樣品 好 現在兩個樣品已經取養完畢了 下面我就要送他們去檢測機構 進行亞燒酸鹽和維斯含量檢測 經過專業的檢測 第一組檢測數據出來了 我們先來看看亞燒酸鹽 每次中國泡菜含有11.388毫坑 而每次韓國泡菜只有7.167毫坑 另外中國泡菜的維生素絲含量 是每100坑有8.76毫坑 韓國泡菜的維生素絲含量是每100坑有8.93毫坑 好了 經過了五天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這兩罐泡菜有甚麼變化 首先是這個中國泡菜 我們明顯可以看到 它的水已經變得非常混濁 以及已經呈現有少少黃色 而韓國泡菜 明顯這個泡菜已經坐了下去 而且這個水位是升高了不少 五天之後調陳再次取藥 送到檢測機構 沒有過一陣 底組檢測數據出來了 這次的結果令到蘭木組全體人養大器一驚 每次中國泡菜的亞燒酸鹽 竟然高達256.741毫坑 而每次韓國泡菜的亞燒酸鹽 亦都有237.100毫坑 而維生素絲含量亦都出現了下降的情況 中國泡菜的維生素絲含量 下降到每100坑只有6.42毫坑 韓國泡菜的維生素絲含量 每100坑有6.86毫坑 又過了15天了 現在我們再看看這兩罐泡菜 是變成什麼樣子 這個中國泡菜 明顯可以看到 它的泡菜葉的顏色已經變深了很多 這個韓國泡菜 我們明顯可以看到 它的體積已經變小了很多 而且水果亦有所上升 第三組洋品醃製時間為審一 但無論是中國泡菜還是韓國泡菜 它們的亞燒酸鹽竟然全部消失了 檢測結果顯示 每千克中國泡菜的亞燒酸鹽含量只有0.02毫坑 韓國泡菜每千克也只剩0.029毫坑 而維生素絲的情況和之前的測變不低 中國泡菜每100坑只有6.38毫坑為先 韓國泡菜每100坑也有6.51毫坑為先 經過15天的努力之後 我們的檢測數據已經全部出來了 大家可以通過這一塊板 看到它15天之內的 這個亞燒酸鹽的變化 和維生素絲含量的變化 我們現在首先來看看這個 這個亞燒酸鹽的變化 在剛剛業制好的時間 和這個5天之後的時間 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個亞燒酸鹽是呈現上升的狀態 而在5天和15天之間再做對比 我們可以發現亞燒酸鹽會呈現下降的狀態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維生素絲含量 剛剛業制好這個泡菜的時候 這個維生素絲含量是最高的 而15天的過程裏面 維生素絲含量呈現下降的趨勢 不過在5天和15天作對比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這個維生素絲含量的變化並不大 為甚麼泡菜浸久了 亞燒酸鹽早的澎空消失 中韓泡菜究竟誰才是最後大贏的 泡菜多吃還可以改善體質 你又知不知道 下一節回來 一日為你揭曉 歡迎收看第二節的生活調查團 在這裡要再次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在今期節目最後是會有抽獎環節的 所以大家記得要掃描一下我們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去關注我們的官方微信號 答問題拿獎品 上次我們調查到 泡菜浸了15天之後 原來的大量阿斯酸鹽竟然磅空消失 到底是為甚麼呢 這是因為我們在泡菜的過程當中 它是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在最初期的時候 泡菜當中的骨酸菌 還有其他的一些細菌不斷地在生長 在這個生長過程當中 泡菜的原料蔬菜裡面的硝酸鹽 會被大量的轉化為我們的雅硝酸鹽的這個物質 所以雅硝酸鹽會達到一個頂峰 隨著它的泡制的這個過程呢 乳酸菌逐漸成為優勢菌 雜菌被消除 同時乳酸菌裡邊的一些煤呢 它會幫助我們的這個雅硝酸鹽呢 逐漸被分解代謝掉 所以的話這個過程 雅硝酸鹽就會逐漸逐漸的降低 最終呢它可以達到一個非常低的一個量 在最初的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有大量的這個雅硝酸鹽被生成 所以維生素C可能會有微量的這個消耗 但是後期隨著乳酸菌的這個大量的這個產生 我們的環境呈現了一個酸性的一個環境 在酸性環境當中呢 非常適合維生素C的這個存在 所以的話在後期我們的維生素C是保持一個定量 不會再發生改變了 從今次的實驗數據來看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 雅硝酸鹽和維斯的含量 在不同的時間點都是會有變化的 那究竟我們選泡了多久的泡菜來吃 才是最好的呢 我們建議這個泡菜的這個時間 應該是要超過15天或者是21天以後 它裡面的這個雅硝酸鹽的含量 就會降到比較低的一個值 那麼這個時候其實是非常適合使用的 從剛剛兩種中韓泡菜的檢測結果 我們就可以發現了 其實他們的營養價值並不是差異很大的 最大的差別就在口味上面 那問題就來了 究竟中國的泡菜 是不是跟韓國的泡菜一樣 都有保健的作用呢 基本上我們國家的這個泡菜 它泡製的技術跟這個韓國泡菜的泡製技術 其實方法上其實都是完全相似的 只不過中國泡菜可能沒有像韓國泡菜那樣 加了那麼多的這個辣椒粉 維生素C呢 它可能含量會有一點點變化 但是其他像我們的乳酸菌啊等等的 這些物質的含量 其實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說中國泡菜跟韓國泡菜 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 它也是具有一定的這個保健作用 澤老師還說無論是中國泡菜還是韓國泡菜 他們在預防便秘及腸葉 類疾病都有積極作用 對肥本、高血壓、糖尿病 消化系統癌症也都有預防效果 那聽澤老師剛剛這樣說完 我們就可以知道 其實中國的泡菜和韓國的泡菜 在營養和功效方面 其實都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究竟我們吃哪一種泡菜 才會性價比高一點呢 調查到這裡 我們必須又去到市面上了解一下 不同泡菜究竟價格上測多少 根據工作人員的反應 我們可以知道 韓國的泡菜的單價 至少比中國的泡菜貴出一盤 以後如果大家為了保健效果 而吃泡菜的話 生活調查團就提提領 中國泡菜的性價比是更高的 導演看來 我們這次關於泡菜的調查 到這裡就可以結束了 是的 咦 還沒收到我的電話 我們先把電話打開 原來我們這次的調查 還未結束 因為剛剛導演收到有街坊的報料 就說這個泡菜是屬於鹼性的食品 吃多了對我們人體的體質 是有改善的作用的 經過我之前一輪的調查 就發現這個泡菜不單止武害 而且還會有很高的營養價值 那現在又說這個泡菜 會有這麼神奇的功效 那究竟是否真的呢 我要馬上去調查清楚 最近網上一人說 食物分酸性和鹼性 人體在正常情況之下 血液呈鹼性 如果用腦過渡或體力透支之後 則血液呈現酸性 如果長期偏食酸性食物 就會令到血液酸性反 而血液長期呈現酸性 就會令到大腦 和神經功能推發 導致頸力減退 多食鹼性的食物 可以保持血液呈現酸性 泡菜是鹼性食物 所以它對人體 有改善體質的神奇效果 通過了解這次的傳言 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們為何會說這個泡菜吃了 是可以改善人體的體質 那究竟這個泡菜 是不是真的屬於鹼性的食物呢 我們下面還要做一個實驗 去了解一下 為了求證泡菜的酸鹼性 調查員準備了一個實驗 用PH試紙來檢測泡菜的酸鹼刀 全言真語假實驗泥說話 事前我已經準備好了 五種不同的泡菜 而且還準備了這個PH試紙 等一會我就會將這五種泡菜 分別放在這五個燒杯裏面 浸水浸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 再用PH試紙去測試它們 究竟是屬於酸性食物還是鹼性食物 調查員取適量的泡菜 進入到燒杯當中 並且加入300毫升的清水 之後靜止浸泡十分鐘 好了 現在我就用試紙去測一下 這五種泡菜 究竟是呈現這個酸性 還是鹼性 調查員用PH試紙 測試一次泡菜的樣品 發現它的酸鹼度 基本都是在五度親 也就是說 這個也是呈現藥酸性的泡菜 那經過剛剛的實驗 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五種泡菜 全部都是呈現藥酸性的 那難道真的沒有 這個鹼性的泡菜存在 還是說食物是沒有酸鹼之分的呢 不行 我要去問問老師 食物的酸鹼性並不是指食物 它本身的酸鹼度 用PH來測定的 並不是這樣來說 我們一般來說到的酸性食物 或者是鹼性食物 都是指 這個物質 它在人體當中代謝之後 最終所產生的這個代謝產物 它是偏酸的 還是偏鹼的 譬如說含有氧里子的一些 鈣鐵納鎂的這樣的一些物質 它可能到最後分解代謝 可能會產生鹼性物質 我們就會說它是鹼性的食物 那酸性物質也是同樣如此 它含有氯、鈴等等的這些成分的話 它到最後可能會產生酸根 那我們就說它是酸性物質 食品的酸鹼 並不是用口味來決定的 而是跟所行的元素有關 假設炮燥真是鹼性食品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善體質呢 其實我們一般所說的人體的這個酸性體質和鹼性體質啊 這個其實很難用我們的一些專門的理論來對它進行一個相應的解釋 人體的這個酸鹼度呢 一般來說是非常的準確的 很難進行偏差 如果你一旦出現你身體當中的這個pH發生了一些改變的話 那就證明你身體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 這個就需要進去醫院去進行詳細的檢查和治療了 所以的話如果只靠幾頓餐食來改變我們身體的酸鹼度的 這個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是不是說食泡菜不會對我們的人體健康有任何幫助呢 如果通過它的這個正確的這個加工工藝出來的這些泡菜呢 可以起到我們的一些開胃啊 裡面的一些維生素C呢能夠幫助我們抗癌等等的各個方面 對於身體都會有一定的好處的 但是我們也建議就是在吃泡菜的時候 盡量避免大量的長期單一的在吃這些泡菜 因為大量長期的這個吃會讓我們的身體營養攝入不平衡 同時呢也會對於肠胃造成比較大的一些刺激 數碼答題獎品就來終於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抽獎環節了 那大家只需要掃描一下我們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去關注我們的公眾微信號 並且以答案加姓名加地址加電話的方式 發送到去我們的公眾號 那答案問題的前六位觀眾就可以獲得 由廣東廣播電視台南方購物提供的衣物收納藍一個了 那事不宜遲馬上看看今晚的問題是甚麼呢 今晚的問題是泡菜業業製多少日 阿蕭酸鹽含量才會降到最低 A 3日 B 5日 C 15日 知道答案的觀眾朋友 請掃描屏幕上面的貼為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以答案加姓名加地址加電話的方式 發送到公眾號 最快答對問題的六位觀眾 就可以獲得由廣東廣播電視台南方家庭購物提供的衣物收納藍 獲了名單就會在下星期一的微信公眾號頭條公布 今晚的調查就告一段落了 在這裏 生活調查團提提你 對一些天然發酵而成的蔬菜加工品 與其說它要磨化 倒不如說它合理製造 保證安全 其次要限制數量 偶爾可以吃餡 第三要保證食葉菜 不妨礙新鮮蔬菜的攝入 最後要注意的是 食泡菜就要相應減少烹調的戒鹽 不可以增加一餐當中的種鹽 好 我們今期的節目時間亦都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獲得更多新鮮資訊的話 記得掃一下我們節目的二維碼 去關注生活調查團的官方微信號 會有更多新鮮資訊發給你 我們下期節目內容同樣精彩 記得留意收看 拜拜